最近中国女排正在北伦集训 备战接下来的女排世界联赛 相信很多球迷都看到了 中国排协公布的集训大名单 上面并没有朱婷张长宁的名字 面对两人再一次缺席国家队集训 引起了很多球迷的热议 有球迷吐槽蔡斌可能要错付了 因为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人家不想打留着号码有用吗 但是就目前来看 蔡斌既然还保留着朱婷和张长宁的球衣号码 就说明两个人还没有离开国家队 存在随时回归的可能 其中朱婷的回归中国女排的概率可以说更大 因为现如今朱婷已经登陆一甲联赛 大家都看了朱婷逐渐恢复巅峰状态 只可惜加盟的一甲球队实力并不算强 朱婷在球队既当爹又当妈也很辛苦 如今缺席女排世界联赛的集训 并不能排除不打女排世界联赛的可能 再反观张长宁回归的概率不是很大 因为自从做了手术之后张长宁举行了试剂打婚 代言广告不断 并且前不久老公冠西哥公开表示打算备孕生亡 因此传出张长宁可能要退役的传闻 但是蔡婷依然保留张长宁的号码 就是说现如今张长宁是没有退役的 并且中国女排接下来要打杭州亚运会 以及奥运会资格赛 对中国女排来说想要拿到好名次 需要朱婷和张长宁的回归 反观最近国际排联官宣一个重大喜讯 对中国女排来说真的是大利好 国际排联宣布女排奥运资格赛举办地点定在中国 日本波兰三地举行 其中根据亚组委和国际排联给出的时间来看 对中国女排非常友好 因为女排亚运会将会在9月29日到10月7日之间举行 反观女排奥运会资格赛开打 时间定在9月16日到24日举行 两者时间错开同时举办地也相差不远 女排奥运会资格赛定在浙江北伦举办 那是中国女排的集训地 不用导时差也不用客服水如不服的事情 对中国女排来说不管是亚运会 还是奥运资格赛都定在浙江 同时张长宁在杭州大婚 对张长宁来说在家门口举办国际大赛 不排除张长宁付出归来的可能 同时对朱婷来说休整了一段时间 在家门口举办的国际大赛 亿万球迷都在关注中国女排 朱婷能参加比赛很多球迷放心 因此朱婷不出意外也会参加 接下来的杭州亚运会以及奥运会资格赛 对蔡斌来说巴黎奥运会近在眼前 大家都知道东京奥运会狼平带对纸 拿到第九名单女排奥运历史最差成绩 对蔡斌来说巴黎奥运会承担女排崛起复兴的大任 如今赖亚文走马上任成为中国排球的一把手 正所谓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才叫专业 相信在赖亚文的带领下中国排球崛起有望 从现如今的一些比赛安排来看 都是非常有利中国女排的 相信中国女排主教练蔡斌也会非常开心 如果朱婷和张长宁都回归中国女排 中国女排在主攻位置真是非常富有了 不仅有天赋球员李盈盈还有老将朱婷张长宁 还有优质替补王云露蔡斌手里的牌也多了 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吹 此前朱婷张长宁不打对蔡斌来说也很为难 一方面上面有成绩任务 下面有球迷吐槽不给新人机会 其实中国女排主教练的位置不好当 大家应该多一些理解给蔡斌一些时间 大家说对吗